特别注意,你做完这个之后 然后呢,记得你存档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存档 因为你存档的话,CSV 它会出现错误 所以记得 因为CSV只能存一个工作表 所以记得你不要直接存档,那怎么办? 请你另存新档,它会提示嘛,所以记得 请你用另存新档 然后把刚刚的档案 直接存成不是CSV 记得 存成这个活业簿 那如果将来,我是建议你刚才 选这个,起用聚集的活业簿,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应该还会有后续的 所以请各位呢,先把这个档案先存起来 然后改成起用聚集的活业簿 这个档也许先不要缴交好了,因为这个还没有完成 然后面的话,我们还会再加上聚集跟VBA 为什么?因为其实 我们把它存在桌面,等下把它备份起来 OK 那因为呢,后面请各位回去再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我今天还要统计什么 统计 到底台北市 历年的治安之外,我还想知道 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呢 到底台北市哪一区 的切刀案件最多 哪一区 可是问题现在有没有区这个栏位 没有嘛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再插入一栏 叫做区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统计 什么样的资料之前 请你先产生对应的栏位 如果有那个栏位 那你就可以 去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所以我如果要得到区,怎么切呢 很简单嘛,它在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所以其实你用密的就可以了 好,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们可以 再试第二个,如果我今天希望哪一条街 或者哪一条路 住哪里 切刀案件最多 有没有 理论上应该 会不会跟那个华登初上那一条街很像 华登初上应该知道在哪里吧 中山北路不是有什么 九条通,还是几条通吧 所以那边为什么 是不是字案比较差,还有林生北 对 OK,所以呢,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或者你刚 我可能想要,因为路太多了 所以我只要知道前十 前十名就好了 那当然我们会需要第二个栏位 插入第二个栏位 叫什么 它可能是叫路 什么什么路,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叫切 但是也有可能叫什么 市民大道,有没有 有可能叫道 所以哦,它的名称可能有三个可能 路跟街跟道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路跟街跟道 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不是叫你土法炼钢 有没有 厦门街 万宁街 有没有 忠孝东路 那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坐到下班就做不完 所以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 快速的把我要的这个街 跟路跟道 放到 我的 这个区这一栏的下面 OK 所以这两个问题 请各位先 回去想想看吧 然后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后面我们还会希望做 聚集跟VBA的练习 那以后 就是说其中报告 我是希望看到 就是说 你们也可以把这些动作都做出来 然后缴交的作业就是 利用你找的那个开放资料 当然不一定是窃盗 你可以找你熟悉的 你喜欢的 你有兴趣的 然后去做练习 那里面的话有相当多的 题目可以发挥 OK 然后 记得 最后存档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存档 其用距离活距 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思考一下吧 所以我们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历年窃盗案件 变好还是变不好 已经知道了 变好 第二个 哪一区的窃盗案件 最多 第一名哪一个 第二名哪一个 第三名 窃盗案件 我理论上你可以 猜测一下 第一名应该 哪一区呢 中山区吗 中山北路 对 华登出山 那一区 那一区真的有点 比较 晚上 比较热闹一点 OK 而且晚上在那里 真的要小心 开车 像我有 有一次从那边 经过感觉 那倒是黑头车 感觉 感觉有点恐怖 那另外还一区 旺华区 不知道各位 常去 那边 之前也是因为 COVID-19 也是从那边爆发 不是什么 阿公店之类的 OK 所以其实那边应该蛮乱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 根据事实 去做 一个呈现 那你会发现台北市 不是只有住宅 其他在 开放资料里面 还有其他的窃盗 其他的 像是 自行车 机车 汽车 抢夺 一堆的 OK 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练习看看 好 那 时间好像 差不多 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把151那一集 把它讲完 接着就是做这个 住宅窃盗部分 然后我们的其中报告就是 以 开放资料 你去找 不一定开放资料 你画别的之下 OK 然后去做 一个分析的结果 需要用到的技术就是 函数 聚齐 VBA 加上今天有讲到的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会不会太多 那种感觉 很恐怖 不过应该会蛮扎实 OK